一口气看完清朝十二帝 一、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因爷爷绝长安和父亲塔克时 遭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承良的武杀 遂以爷爷和父亲的十三副一家起兵 此后努尔哈赤在创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不后 在赫图阿拉建国称韩国号金史称厚金 随后努尔哈赤以其大恨祭告天帝起兵反明 并在萨尔虎之战中大败明军二十万主力精锐 之后几年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辽阳、铁灵等辽东七十余城 最后在宁远之战中 努尔哈赤被原虫换的红衣大炮打成重伤后 不久逝世 中年六十八岁 在位十年 二、清太宗爱新觉罗黄太吉 黄太吉是努尔哈赤第八子 努尔哈赤去世后 黄太吉继承汗位 他在位期间重用汉将实行满汉议 同时又率军相继征服了 朝鲜和漠南蒙古还获得了历代传国预计 于是 黄太吉便在沈阳登基称帝 改国号大清 此后 黄太吉不断地对明朝作战 并在松锦大战中 升服明军主帅红成仇 明朝经此一役 再也无力与清军作战 为随后清朝入主中原 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太吉供在位十七年 最终在52岁时 猝死于沈阳后供 三、清世祖爱新觉罗、弗林 弗林是黄太吉第九子 黄太吉去世后 六岁的弗林在多尔滚和母亲 孝庄太后的卧旋下即位 视为顺治帝 顺治帝在位初期 由叔父多尔滚设政 多尔滚设政期间 指挥清军入关攻占北京后 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 此后 多尔滚又派兵相继攻灭了 南明洪光政权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多尔滚死后 13岁的顺治帝亲政 顺治帝亲政后 重用汉官 恢复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 同时面对全国出现的抗清高潮 顺治帝采取辅重鱼角的策略 使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 基本被平定 顺治帝共在位18年 最终病逝于北京紫禁城 年仅24岁 四 清圣祖爱新觉罗悬业 悬业是顺治帝第三子 顺治帝去世后 依照由8岁的悬业继位 视为康熙帝 由敖拜等四大臣辅政 康熙帝在14岁时 挫败全臣敖拜后 开始亲政 此后 康熙帝平三番 收台湾 挫败沙俄侵略军 又三争改尔丹 创立多轮会盟 同时 康熙帝注意休养生息 发展经济 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 还开创了康前盛世的大局面 但康熙帝晚年逐渐眷勤 导致出现官场贪污 国库亏空的现象 另外 康熙帝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 相互争斗不休 康熙帝共在位61年 最终在69岁时 驾崩于北京畅春园 五 清世宗爱新觉罗映真 映真是康熙帝第四子 在九子夺敌中 映真在击败其他兄弟后 奉康熙一诏即位 视为雍正帝 雍正帝即位后 为防止在出现兄弟间 争夺皇位的惨剧 便创立了秘密密密处制度 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改土归流 汉丁入母 火号归宫 备除剑籍 官身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些改革 不但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促进了人口增长 还增加了国库收入 在军事上 雍正帝平定罗补藏丹金叛乱后 将青海归入清朝版图 雍正帝在位仅13年 但他在康雍前三代 起到了城上启下的作用 最终在58岁时 驾崩于北京圆明园内 六 兴高宗爱新觉罗红利 红利是雍正帝第四子 雍正帝驾崩后 根据他的秘密立储制度 由红利继位 视为乾隆帝 乾隆帝在位期间 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筑 他关心百姓 五次普免天下钱粮 在军事上 还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 清朝的版图 由此达到最大化 同时也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在此期间 清朝人口达到近三亿人 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 七千万两左右 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了 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从而使康乾盛世 进入了全盛时期 但乾隆帝执政后期 逐渐好大喜功 他留下江南 劳民伤财 还宠信贪官和身 致使朝政日渐腐败 各地农民起义不断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后 将皇位善为于永远 但乾隆帝仍住在养心殿训政 三年后 乾隆帝并逝于养心殿 终年八十九岁 七 清人宗爱新觉罗永远 永远是乾隆帝第十五子 他在位前三年并无视权 乾隆帝死后才开始亲政 是位嘉庆帝 嘉庆帝是一位 既没有政治胆略 又缺乏革新精神的平庸天子 虽然他诛杀和身 整肃刚迹 广开沿路 严惩贪官 但未能从根本上 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中嘉庆一朝 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倒更加严重 同时 嘉庆帝在位期间 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 而他却在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下 仍然排斥外来事物 嘉庆帝共在位25年 最终在61岁时 并逝于成德避暑山庄 八 清玄宗爱新觉罗敏宁 敏宁是嘉庆帝第二次 嘉庆帝死后 根据秘密立储制度 敏宁在此进城登基 是为道光帝 道光帝即位之初 也颇斯立经图治 他整个立志 遏制奢靡之风 特别是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同时 道光帝为解决鸦片的弊端 泰林则许到广东禁烟 随之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此战 清军战败 被迫同英国签订了 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从此 中国历史由古代步入近代 而道光皇帝也成为唯一一位 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此后 道光帝苟安姑息 拒绝变革 与此同时 太平天国运动也在酝酿之中 清王朝陷入危机 道光帝共在位30年 最后在69岁时 并逝于圆明圆内 九 清文宗爱新觉罗义主 义主是道光帝第四子 道光帝死后 义主通过秘密立储制度即位 视为咸丰帝 咸丰帝即位后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 波斯除弊求治 他仲用汉族官僚曾伯藩 镇压太平天国和辽军起义 又提拔敢于认识的速顺 来打击贪污腐败 但此时的大清帝国 内由外患不断 1856年 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伯少圆明园 咸丰帝仓皇逃亡承德 并命宫亲王一新流经义和 最后 一新代表清政府 与英 法 俄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而咸丰帝不久也崩于 承德避暑山庄 年近31岁 在位11年 时 清目宗爱新觉罗宰纯 宰纯是咸丰帝长子 咸丰帝死后 六岁的宰纯即位 视为童治帝 依照由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辅证 但童治帝的生母慈禧 联合皇后慈安和宫亲王一新 发动新有政变 在诸出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后 慈禧和慈安开始垂帘听政 慈禧和慈安垂帘期间 清廷依靠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 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陕甘回民起义 贵州苗民起义 同时又兴办洋务运动 是清朝后期出现了一个 政治稳定的时期 史称童治中兴 童治帝在17岁时 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归正 童治帝开始亲政 但他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 两年后 在位13年 年仅19岁的童治帝 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 十一 清德宗爱新觉罗宰田 宰田是道光帝之孙 慈禧的外甥 童治帝死后 4岁的宰田 在慈禧的拥立下即位 视为光绪帝 同时 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不久 慈安太后离奇去世 慈禧开始独揽大权 而光绪帝在18岁正式亲政后 慈禧太后虽然归正 但朝廷大权仍掌握在他手中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 光绪帝极力主战 但终因朝廷腐败而战败 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此后 光绪帝痛定思痛 实行戊戌变法 但变法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 于是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将光绪帝囚禁于西院营台 勿须变法失败 勿须政变后 蜻蜓大权再次落入慈禧手中 1908年 在位34年的光绪帝 在西院营台死于披霜中毒 年仅38岁 12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世道光帝曾孙 光绪帝之职 摄政王宰丰的长子 光绪帝逝世的同日 慈禧拥立三岁的溥仪为帝 是位宣统帝 由他的父亲宰丰摄政 次日 慈禧太后去世 终年74岁 结束了他长达47年的甘政时期 载丰摄政期间 以袁世凯族籍为由 命其回老家养兵 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 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 载丰不得已 重新启用袁世凯出山 镇压革命党人 然而 袁世凯却率军回京 迫使载丰辞去摄政王 不久 袁世凯又逼迫宣统帝溥仪退位 自此 蒋国296年的清朝灭亡 清朝灭亡后 溥仍住在紫禁城 照旧过着皇帝的生活 期间 前清遗臣张勋曾拥立溥仪复辟 但仅过了12日 就失败再次退位 1924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将溥仪迁出皇宫 918事变后 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 做了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日本投降后 溥仪被苏军逮捕 后于1950年移交中国 被监禁于府顺 1959年 溥仪被特赦回京 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 我一咽尿毒症在北京试试 享年61岁